全是拉点角色 没有关系 先看 人家可是S1断层级红夫人 抓谁 抓拉拉队员 好瞄了一眼 看见了 五秒钟以后镜子CD好 这边的话选择蹲一波 但是足迹已经暴露 足迹已经暴露 预判抽刀 捏镜 跟刀 没有中 好 拉拉队员这边加速交掉 刷新一个技能 这边的话双方操作护平 一刀有 来死 那么有句话 不值当讲不当讲呀 这个击倒速度 他不能还有第二刀吧 切过来 低头走路 保一个受力本能 蓄力冲动刀 打得很凶啊 拉拉队员 下一波加速留着 但是呢 你不交加速呢 这边可能会在交互点上面 被压住 拼镜子吗 拼镜子 拼镜子 他就跟你拼这波镜子 外围压住你 让你没有办法往外走 这里的话 红夫人 你想 哭泣小丑 想过来搞事情是吧 我切过来 闪现好了 怎么说 闪现好了 要动一手吗 好 骗出这颗火箭 可以 因为 拉拉队员反正起不来 红夫人这边的话呢 把人挂上以后 第一时间抬 哭泣小丑 哭泣小丑这边的飞轮 要被逼掉的 看一下能不能抬到 预判位置 哎 方向上面并不是特别对 但转进转过来 好好好 这里怎么说 打一刀飞轮往前顶 开火箭 呃 这波是一个秒救 并且 红夫人手里还有闪 哎 大哥 嗯 蓄力刀 有 好的 然后镜子CD两秒钟 那么这边镜子 应该是要抬 哭泣小丑的 再抬 哭泣小丑这边 要吃刀 没飞轮了 但是不知道 这哭泣 他还会转进 他还能再转个进 再转个进的话 再逼迫一下吗 距离 不是特别好牵啊 放不下 那这样的话 能跟刀吗 哎呦 完了 拉拉队这边 还有个加速 这波打完 红夫人优势还是优势 但是 他不是盛势 这就是为什么 人家是SE红夫人 打得够凶啊 镜子再压 飘 哎呦 漂亮 但这波的节奏 其实是被 穷者拖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 二挂的时候 密码机总量 已经要来到 三台半了 这个局 红夫人能平 但不一定能赢 因为这波节奏 其实是被 拉拉队员打回来 好多 就被哭泣小舟 那波火箭炮 打回来 好多好多 高分段的求生者呀 这些绑前大佬 他们的密码机 真的好快 这里是野人 都不准备过来救人了 让飞加过来救 卡着位 拉拉队员 这边还有26的可能性吗 因为拉拉队员 可能会有两波加速啊 一刀 好的 人救下来 浮上极限的血线 红夫人4秒钟镜子 拉拉队员 这边位置上面来讲 先一个翻窗加速 这个镜子 敢不敢抬 敢不敢抬 怎么说 双加速 用掉 哎 哎呦 乔摩头 啊 机子不够啊 我这一波 哎 牵错了 80的机子 但机子确实差的不多了 这个机子确实差的不多了 野人手里面 还有一个 薄命 牵过去 哭泣小丑 密码机只能亮 但是哭泣的手里有飞轮 红夫人的话 这边有镜子 机子亮 看这个镜子 怎么说 哭泣小丑 有飞轮的 有飞轮的 有飞轮 呃 薄命 看一下 求生者的话 这边 野人压中场 躲在这个点位 学会了没有 以后大家压中场 看看人家榜一人黄怎么躲 但是红份这边可能可以 转进转得到吗 往前走 又耳鸣 而且野人面对一个有闪现的红份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没有 好像爆 爆到了 今生庆祝啊 小心啊 飞行家过来 救个人 飞行家有旋亭的 再拼一波操作 弹开 好 往前走 过来 把人救下来 门是点开的 跌刀 野人这边的话 应该没有 没有飞轮的 没有飞轮的 这边飞行家 好 蓄理刀飞轮 nice 四抓 这个四抓 不就是 让我 抽福袋吗 他是有个薄命 他薄命的话也不太可能 他薄命那边就交掉了 来看一下 这把的话 小年报 这套阵容呢 有一说一 我是没想到的 我本来以为我们的收官之战 求生者可能会打一些偏激进的阵容啊 但他们选择了一套就是什么呢 耐打型阵容 带双薄命 硬套薄命 冲刺人开门战的一个思路打法 你真别说 这个打法 打红夫人还真的蛮好的 因为红夫人单刀型监管者 他节奏起的慢 对吧 你上来抓个心理 你砍一刀 机械师这边 修机都不影响的 这边机械师已经开始第一轮双修了 有一说一 这把红夫人 我只能说我不太看好 哪怕他是S1红夫人 哪怕他断层级S1红夫人 哪怕他领先现在S2红夫人1300分 这个阵容对于红夫人来讲 非常不友好 蓄力刀 抬进 过来 娃美打掉 这把已经歇了一半了 歇了一半了 当然啊 这个阵容有一个对于红夫人来讲什么点的 就是这套阵容的开门战 并不是那么的强 哎 闪现把末尔师这边的 这个路易给破了 这刀阵容的开门战其实不是特别强 你看心里也机械师 甚至守末人铲子耗完以后 他们还补道具什么的才有牵制力的 这个镜子不是特别好抬 他得等到这波追上去以后 才有机会抬镜子 这里看末尔师再往下跳 反正就拖你时间嘛 机子的话总量已经来到了三台 这波镜子反拉过来一刀没打中 要命了 还能再玩一会儿 三台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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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末尔师救下来是具备二六能力的 甚至我觉得守末人的这个博命都能省 你要是机械师的机子 机械师机械师来救了 可以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机械师这边 他就像末尔师 末尔师教路易 相当于一个博命的效果 这边除非人救不下来才行 除非人救不下来才行 机械师 这边 飞轮往前顶 好 吃一刀 把人救下来 这个机械师得留下吧 机械师还当着面在操作娃娃呢 这边只能针对这个末尔师 针对这个末尔师 这末尔师教个路易 你能拿我怎么地 抬个镜子 抬个镜子 你也得 守末人这边教铲子扛那一刀 完了 反手追机械师吧 还要追末尔师 一个抽刀 一个抽刀 哎呦喂 抬进 也是没有飞轮 虽然说红夫人从头被压到尾 但是要注意就这套阵容 他们在残局的时候 牵制能力真不强 牵制能力真不强 但是不知道机械师这个娃能不能贴门 主要这个娃如果能去贴门的话 好像 这个残局能力还是很强的 末尔师来救人 末尔师来救人 给守墓人留个搏命 末尔师这边发现救不下来 那没关系 守墓人来救人 双保险 双保险 打一刀 或者说末尔师是不是单纯来信一波的 这个机械师的话 机倒是个二挂 这边追守墓人 管密码机 娃娃似乎是贴了门的 娃娃似乎是贴了门的 这边心理家密码机点亮 四人开门站 该有的呢 这边守墓人有铲子 心理的话 这边被通缉一刀 打中的是戒尸 好戒尸 当即倒地 切怡形 过去找墓尔师 墓尔师这边还能交路 一扛一手 游戏还没结束 但是我只能说 红夫人这边要留这个墓尔师 花时间 得很久 那边再摸 那边再摸 这里的话 怡形已经交掉 他如果要击倒这个墓尔师 其实还得 还得再交个镜子 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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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尔师 用镜子把这墓尔师打了 哦这么玩 然后切过去 拦住这边的门 镜子再包过来 我有浩克之道 我千人移速很快 机械师 一刀倒地 哦呦 但守墓人这边的话 门点开 还有铲子 98的门 98的门 机械师这边 抬镜子 先把守墓人铲子打了 再说 哦 不愧是S1 红夫人 好像还能再打一打 再转进 先把墓尔师首飞 有个地下室 这边 但这里的门快开了 这里的门快开了 98的门 压过来 看两个人 想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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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刀没打中 人救下来 完了 这波先把人首飞 他这波去打 打守墓人 他还想干嘛 他想争一个 他想争一个三 好了 木偶师这边有薄命的 薄命套 四跑 等你挽留结束 我木偶师 路易一顶 薄命一套 四跑 他手已能平 但是 就是为什么人家是S1 因为他有梦想 他还想翻盘真剩呢 四跑 精彩